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有其中一部份 今天我們主要來做義工 因為現場會有一些剪板 我們就幫他做一個盜賞團 即是如果有觀眾限國 我們就可能跟他們介紹 解答他們的問題等等 同時我們也會有一個 手制燈籠的工作坊 其實就會有些物料 給小朋友做一個環保的使制燈籠 我們也會有這樣的工作坊 我們就需要帶這個工作坊 好清楚 我想問Sienna 今天的活動既然這麼多 我們又有工作坊 又有一個環保的剪板 要做盜賞團 你覺得當中有什麼預算 以及你覺得這個經驗如何呢 我覺得最大的預算是 很累 因為我們今天12點集合 之後一點鬆一點 就開始盜賞團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要招攬一些觀眾 就來聽我們說的 除了這兩件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 光影圖鴉的工作坊 就讓他們可以在一間客房裡 用光影圖鴉的技術 拿一張照片來留念 變成要向老租稱三代推銷 例如年輕人 可能要他們 為了浪漫一點 情人節 把這樣的照片去示愛 就對了 小朋友可能就是著重 或帶小一起有親子的活動 這樣 所以這件事也是挺有難度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都要比較游擊一點 去招攬不同的客人 沒錯沒錯 我都非常認同 作為今天其中一位義工 我都覺得 在一個這麼大的商場裡 我們要招攬不同的老中青 不同的觀眾 來一起參加我們的活動 是非常有難度的 好啦 我們今天的訪問 先到這裡 謝謝Cienna 謝謝Celia 好啦 拜拜